大家好 今天音乐读书会要跟大家介绍的 是这一本唱情歌 江华人生混探调 顾名思义这本就是讲江华老师的一本书 我相信香港声乐界 一定对江华老师的大名绝不陌生 事实上 他也是香港艺术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他刚刚过了95岁的生日 江华合唱团也帮他 搞了一个慶祝音乐会 我非常之荣幸能够参与其中 也听到他大开甘口 虽然他已经年近8岁 但声音依然不遥量 我希望如果我能活到95岁的时候 也可以像他那样唱得这么好听 说回江华老师的一生 绝对是一个传奇 他早年为了避难来到香港 其实是拍电影 做电影明星 后来就转了去学声乐 更加成为第一位华人 可以在意大利的歌剧院里面担当主角 做的就是胡蝶夫人的 这一个角色 也成为了他的signature role 而当年 盧景文教授在60年代 要做他的第一套full opera的时候 选的是胡蝶夫人 他的女主角 当然就是江华老师 除了演出之外 江老师也都热冲教学 在他超过60年的教学生涯里面 他的学生数目过千 所以绝对是涂里满门春风化雨 说回这本书 这本书一共有14个chapter 回顾了江老师精彩的一生 包括他多年来的演艺生涯 一些蓝黄的故事 也有一些比较personal的 比如他和他丈夫的爱情故事 以及子女的故事 我相信如果想深入认识江华老师 这本书我非常推荐给大家 《一个美丽的传说》 在我的家族里 流传着不少传说 有浪漫的 有险黑的 有伤感的 有些我伤述是真 有些我情愿是假 但往这意义 无从稽口 只有追念 据说 我武昌黄锦义 是晚清 王朝的六格 可是小时候 我从没听武昌说过 只是十多年前 有一个远亲 提言 言之 作作 引经据点 轻者无愧此热闹过一阵 沉过根 好象找到点线索 后路又断了 最后不了了之 我1928年生 大哥比我年长十岁 即是 母亲十八岁为人母 最迟生于十九四几目 那时清朝还未复忘 按时序上说 母亲是格格 是有可能的 有人说过我的外貌有意常人 汉族女子 小友 那么收场高大 皮肤白色 加上一双凤眼 即是不是外族 血统肯定不纯 如果是这样 我应该有一半是满洲人吧 母亲是格格 又多了一点新的证据 据说 我祖父是晚清时期 一位派驻欧洲小国比利时的参赞 什么是参赞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原来是外交官的别称 官智参赞 应该算是有点来头吧 一位格格跟一位外交官的儿子结婚 虽是下格 但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我父亲江博元 曾留学比利时 他是在此地出生 或是后来爷爷带他过去 这个不得而知 我只知道父亲是读土木工程的 能说流利英语 以时间推算 父亲算是中国最早的欧洲留学生 被1872年 用云带出国的30位留美幼童 晚不了多少 在第1批留美学童中 其中有一位是尖添邮 回国后为国家修建铁路 被称为中国铁路之父 未知是否受尖添邮的影响 父亲回国后也是修铁路 塔利畢身代表作就是隆海铁路 隆海铁路由1905年开始动工 历时47年 至1952年才全线完成 由江苏省连云港出发 至甘肃省兰州 全长1759公里 可能因工作关系吧 父亲在家的时候不多 经常往外面跑 一去便几个月 后来知道他跟母亲的关系 渐变疏远 那时没有什么离婚不离婚 只知道父亲好像有了一个新阿姨 从此父母便再没有再一起 不过我也没有问 据说 我小时候在河南郑州的家 是坐落在一个很清宗的公园里面 在陆游游的草地上有三间独立屋 我们就住在正宗的一家 能注重这样 雅致的居所是母亲的特权 还是父亲的身份 我不知道 只知道我们四兄弟姊妹 就在这个美丽的伊甸园里 渡过了快乐的童年 直到我近十岁 因战断关系 才搬到上海 1937年7月7日 发生劳沟桥事变 日本侵华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郑州为中国重要的交通枢楼 势必成为攻击目标 那时父亲在内陆 好像是在重庆 于是母亲带着我们几个 逃到上海 注重发租界的一栋三层楼的楼房 我们住二楼 虽然没有郑州的房子漂亮 但从阳台望出去 有时对着公园 那时的上海 虽不是太平地 惨烈的松户会战 也是刚结束不久 但由于我们所住的是发租界 属战士独立 区内气氛尚算平静 我还依稀记得 在那段日子 除了在学校要读一点日文外 在生活上没有是个日本人什么苦仇 反倒是我的大哥 不知怎的 他竟然一个人跑回内地 是要去走爸爸 听说他登上了一列往重庆的火车 遇到日本战机空袖 金黄从车窗跳鸟出去 趴在老婆的田野上 战机就在他头顶盆雪 他心想 这次必死 最幸警逃过大难 安全回到家中 大哥虽然大难不死 但受惊过度 回家后变得痴痴呆呆 后来本人又遇到失恋 在双重打击下 整个人崩溃了 后来被送进医院 不久便传来死讯 更离奇的还有我二哥 二战结束 日本投降 原以为可以过太平日子 怎料中日战争刚落落 国共内战又再起 为怕抓撞钉被拉去重军 母亲就二哥入内地找父亲 到那边站避 二哥来家后 久没有他的消息 忽然有一天 有一个军人来到我门家 说是二哥的坟墓 定说 这是江济略的私人物件 你没收下吧 说完便把东西放下 然后离去 那下争的把 母亲吓过碰死 以为二哥遭到什么不测 但儿子已经离世 没想到次子竟又出事 那时政局混乱 通讯不变 母亲却不放过任何机会 除了托人多方打听爱 还登报尋人 可惜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或是没有消息 精感无望之际 忽然有一天 家里的门铃响起 站在门口的警示二哥 这对母亲来说 真是大喜过望 这儿子是失而复得 我也记不清 二哥怎样说法 只知道他经过几番转折 最终有时被拉了入伍 最后好仗还多了美国人的翻译官 他的英文真是那么好吗 我当时有没有问 除了大哥二哥外 我还有一位姐姐江文正 他被我掌六岁 虽然姐姐没有什么惊险遭遇 但他的传奇色彩 有毫不信息 姐姐早婚 姐夫是黄国栋 那时我对商业没有什么认识 只知道姐夫是做船务生意 至于是什么公司 有多少条船 恨走那些航线 我全不知晓 和平后不久 某天姐姐忽然对我说 姐夫觉得现时局势仍然不稳 或是早点谋退路 此一点 我们会去香港 姐夫已经放了两艘船 装满了棉沙 这事我们全部都家当 都香港后会卖掉套衣 再密发展 说完这番下后 不久他门便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 姐夫经营的航运业 属跨国业务 来港后经营得法 会多久便冒出头来 后来更有些人称他为船王 更当时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 如包肉缸 董浩文等 事上相提并论 至于我 少年时代在上海的生活 其实没什么好记 在无生和轻者的照顾下 我生活无忧 没有什么生死关头 也没有什么丰功遗迹 而且很多往事都已经印象模糊 要靠记忆加想象 才能重组故事 我真正要说的故事 其实 是要从我结婚后 而且是要从我来到香港生活之后 开始说起 我读的是这本唱情歌 江华人生泳炭调 我读的是这本唱情歌 明镜是白了 是白了 这个歌 是白了 在中国的声音 说是白了 对 没什么 我读的声音 是白了 是白了 我读的声音